她們都只會講說我長得很醜 我本來就不是林志玲 所以我本來就不是靠長相 到底誰最讓戰神氣泡泡呢 我覺得就是吳思淮 因為我覺得她真的超奇怪的 因為妳是回中華民國的這個地方委員 然後呢妳要質詢的時候 竟然去講說什麼我們的總統 像是什麼這個當時 滿清時候的這個慈禧太后 然後又講到我們什麼八國聯軍 妳這是個唱衰啊 因為我們怎麼會是像清朝一樣的腐敗呢 這個形容太奇怪了 有人記賞當然也有人看不慣 又對網友各種謾罵 女戰神如何接招 沒有用度 她們都會只會講說我長得很醜 可是我有長相那個有在 因為長相沒辦法平復 沒辦法step back 我本來就不是林志玲 所以我本來就不是靠長相 我只是看外表 我早就沒有人看 我覺得已經 你知道嗎 就是妹 人家賈琴姐姐不靠美麗 靠的是實力 以及滿滿的戰力 我們就來看看 戰神主播的一天 我大概七點起來就開始準備 大概九點就會有個收視率出來 就會看一下收視率 然後呢 我就會跳一個短時間歇性的那個運動 七八分鐘 然後繼續工作 然後當時我工作旁邊就有練習 所以我就是一邊看一邊修正 一邊看一邊修正 然後在十點我的製作人 他就會給我他的建議 然後我再把會整在一起 我大概行一點行一點多 一定要給他們板子的內容 繼續有一些像小小的那個板子啊 有什麼想法 那是我要寫的 那是我要去想的 然後兩點就在他們開會 開個會以後 然後就陸續他們會 會跟我會一點的板 然後一直弄到 中午便當的時候會忘記吃 然後就弄到大概四點 就一定要去化妝 再開會 再會整 OK我可以看板了 好 晚上 那加足圖 單獨加圖 真的 對對對 謝謝 好 好 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小晴 歡迎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報 在今天一路下來到國外 我至少是12個小時 可是我回到家裡 我吃完晚餐大概吃到9點 9點以後呢就是看要看那個什麼 隨便的戲啊 可是我在看的時候 有時候我都會分心 我都會 因為看到新聞 就手機還是會拿著 就會一直要寄筆記 第二天要幹嘛 所以其實時間就是有超過 緊繃高壓的工作 總需要一點草雞品 既然是站在新聞最前線的女戰神 追劇也不難落人厚 愛的客人 我覺得她超療癒的 我看了一天以後 就是就 就完全沒壓力了 而且我可以 就是說 我現在比如說看到結束了對不對 我可以再求一看 我覺得雪冰超帥的 不喜歡的 跟對方講並不愛對方 然後都對方錯 我什麼那個雪冰故意這樣講 我還真的很感動耶 要哭嗎 當然有哭啊 我看這個戲 當然有幾個地方有哭 哭好哭滿輸壓完 明天又是新的開始 最後亞青姐姐也要來教大家 她的防疫作戰術 我就是很標準的 就是口交洗手很重要 然後心情愉快很重要 然後飲食健康很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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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